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月鑫 4月23号,英国王室的路易小王子将迎来自己的二周岁生日 为了提前庆祝小王子生日快乐 特意带大家来看一下其两岁的成长史 英国王室的路易小王子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第三个孩子 也是英国王位的第五顺位继承人,排在其叔叔哈利王子的前面 在2017年9月4号,肯西顿宫发布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剑桥公权夫人凯斯林已经怀上了三胎 声称并没有告诉孩子的性别,也没有说明预产期 不过已经儿女双全的夫妻俩,无论是生了男孩还是生了女孩 都足以让英国民众为之兴奋 公布了这一好消息之后,凯特王妃在10月10号 陪同威廉王子出席在白江汉宫举行的世界心理健康日招待会 一席蓝色蕾丝群亮相的凯特王妃 看起来端庄优雅 依旧平坦的小妇丝毫看不出来已经怀孕了 不过严重的妊娠和孕兔反应依然困扰着她 在民众的期盼下,终于在英国时间 2018年的4月23号上午11点01分出生 又是一个小王子,重约8磅7盎司 肯兴顿公随即便发布了这一好消息 在七小时之后,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抱着刚出生的小王子亮相圣玛丽医院门口 一时之间便登上了各大新闻报纸的头版 刚生下来的她看起来脸色红润 在妈妈怀中安静地睡着,很是可爱 在其出生后不久,王室便公布了小王子的名字 路易亚瑟查尔斯,有孝女王父亲乔治六世 和爷爷查尔斯致敬之意 2018年5月6号,肯兴顿公发布了 凯特王妃掌镜拍摄的照片 照片中的小路易不似出生时 那般皱住巴巴了,小圆脸嘟嘟的 而另一张照片中,作为姐姐夏勒特公主 则抱着弟弟,亲吻着她的额头 看起来对弟弟很宠爱 2018年7月9号,路易小王子在圣詹姆斯宫的 皇家礼拜教堂举行洗礼仪式 这也是第二次路易小王子在公开场合亮相 抵达教堂的她在妈妈怀中甜美地睡着 当时的这一事,严乃也是为了她吸了一波又一波的粉丝 长一长的睫毛真的很好看 在随后王室发布的官方照片中 小王子则睡醒了,和妈妈同拍照片时的兴奋很有感染力 大大的双眼皮清新可见 而在大家庭合照中,吓了头小公主 乖的望向了弟弟,还紧握弟弟的小手 一看就知道会是一个疼爱弟弟的好姐姐 2018年11月14号,查尔斯王子70岁生日之际 克劳伦斯公发布了几张同年9月拍摄的全家服 小卢伊被妈妈抱在怀中 望向远方,端正的小模样 真的像起了一个小小人 在另一张合照中呢 更是上前抓住了爷爷的脸 全家的焦点都在他的身上 而查尔斯满领笑容丝毫不在意 还有这两张查尔斯与小孙子路易的照片 爷爷抱孙子真的是笑得合不拢嘴了 毕竟胖嘟嘟那么可爱呢 2018年12月16号 肯星顿公发布了一家一家五口的圣诞官方照片 拍摄的地点呢是凯特威廉 在诺福克郡的安莫尔庄园 因为是家庭照,穿着很随意 而不到一岁的路易再次出现 照片中的小路易看起来端正老成 小脚踩着妈妈的大腿很有正义感 而一字眉呢也是让他看起来有一些威严 很多人都调侃啊 小路易 莫不是有一个小大人的心啊 2019年4月23号 路易小王子的一周岁生日 肯星顿公也是特意的发布了三张凯特王妃 所拍摄的照片为其轻生 照片中的小王子在乡下的花园中玩耍 小模样已经展开了 天天对着妈妈的镜头笑着 2019年5月6号 路易小王子再一次的现身 妈妈凯特王妃设计的花园 一岁多的她已经会自己走路了 在花园内走来走去兴奋十足 还在爸爸的帮助下挡了秋千 那圆糊糊的小脸啊 真的是让人很想念一下 6月7号 一家屋口亮相白金汉宫阳台 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官方生日庆典 这一次亮相了路易 儼然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在白金汉宫的窗边 对着底下的民众连连挥手 小表情还不断 很多网友还表示啊 这真是完美继承了他哥哥乔治的表情棒 就连长相很多人也表示 就像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在阳台上还强烈的要求爸爸 对着天空中的飞机 又是挥手 又是惊呼 又是鼓掌 还笑容不断 同时还再现了哥哥以前最著名的嫌弃脸 彻底的将产后 首次亮相的婶婶梅根的光芒掩盖了 阳台上还吃了手 大概呢 也是小孩子们的通病吧 妈妈凯特看到之后 将他的小手拿了下来 09时 爷爷查尔斯还特意的等着孙子路易 对他的喜爱异于言表 首次亮相白金汉宫阳台 真的是吸了不少阿姨粉 可爱的小模样 让很多民众直呼太呆萌了 2019年7月10号 六一小王子随同妈妈 以及哥哥姐姐 一起亮相慈善马慧 为威廉王子驾驾驻 在草坪上的六一小王子 俨然成为了最亮的仔 黑身蓝绿搭配 在草坪上到处玩耍 妈妈在身后都追不上他 一不留神呢 还自己跑去开车门了 力气还真是不小 这个胖乎乎的小胳膊 小腿看起来 有一种王者的气派 在妈妈怀中 也不能停止吃手 真的是脚到哪 吃到哪 在书边休息时 还和妈妈来了一个爱的亲亲 随手还用装裤 抢戴妈妈的墨镜 还想招呼堂弟小阿琪 下来玩 吃东西时 歪脑袋的小模样 也是呆萌到不行 2019年12月18号 威廉王子一家参加了女王 在白金汉宫 举办的圣诞午宴 车中身头探望的小模样 真的是蒙翻了很多人呢 12月25号 肯兴顿宫发布了 威廉王子一家的圣诞新照 仍然是凯特王妃掌精拍摄的 招呼中 威廉王子亲吻着小儿子 画面温馨有爱 而另一招 作为贺卡的选家服装 路易仍被爸爸抱在怀中 督着小嘴 看起来很开心 2019年1月9号 凯特王妃驾车 带着路易小王子 返回肯兴顿宫 坐在车后座上的路易 再一次被媒体拍到个正着 吃小手的他 真的是太专心了 2020年1月23号 路易小王子 在保姆玛丽亚的陪同下 参观伦敦自然博物馆 被偷拍了 金黄色的头发 看起来很抢眼 由于身高不够 还被抱起来看展览了 今年路易小王子的 二岁生日就快到了 小小年纪的他 很有一种成熟大哥的魅力 希望小小的他 可以快快乐乐的长大 将来贡献更多的表情包吧 在夏洛特出生之后 威廉王子就带着一家子 离开了伦敦前往安抹厅 度过半饮局势的宁静生活 和父辈相比 威廉王子跟其余孩子们 一个普通而快乐的童年 除了肯兴顿宫之外 安抹厅是威廉一家最常住的地方 因为这里远离伦敦市区 这里也是远离聚光灯 更重要的是 这里离英国女王的别院 桑德林汉姆宫 只是咫尺之遥 虽然这里是宁静的乡村 但是这里的设备一应俱全 这里拥有监控摄像头 可以监控外围的一举一动 也有不断选逻的警车 并且这里还是近飞区 狗仔队想要通过无人机 来监视威廉王子一家的生活 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威廉一家人非常享受着 宁静而安逸的生活 虽然这里远离市中心 但是凯特也会定时的出门买菜 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吃凯特做的菜 不过与新鲜的瓜果蔬菜相比 乔治也像普通孩子那样 更喜欢吃薯条 虽然乔治王子 一直被评为性格内敛害羞 但是在家里 他却是一个调皮的孩子 让凯特和威廉最为人头疼的事 不是路易也不是夏洛特 反而是喜欢一刻也不能停的 乔治王子 与哥哥乔治王子相比 夏洛特公主则是一个 听妈妈话的乖宝宝 从三个月大的夏洛特公主 便会一觉睡到天亮 完全不用妈妈操心 在不到一岁的时候 夏洛特公主就学会了走路 在妈妈的眼中 夏洛特公主就是她的贴心小棉袄 或者说是自由的空间 让孩子们的天性得到尽情的施展 当地的居民常说 乔治王子总会到附近的农场玩 而乔治王子最喜欢做的事情 便是在水坑里的水 有时他还会直接往水坑里坐 因此每到下雨天 凯特总会给乔治王子穿上雨衣 让他纵情的享乐 不过乔治王子一家 并不是常见的住在安末宫 有时候他们会住在肯兴顿宫 有时也会住到巴尔默勒尔 还有白金汉宫 这一切呢 都要看孩子们的上学时间 以及威廉王子的工作安排 当然了 作为英国王位直系继承人 虽然威廉王子一再的强调 以家庭为重 但是他依旧不能逃离自己 是未来国王这个命运 所以威廉和威廉的孩子们 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在宫殿中度过 而这也是给乔治王子的生活 带来了难题 乔治王子是班上唯一一个 住在皇宫里面的孩子 还又该如何邀请自己的同学 到自己家里做客呢 而他的同学是否 必须经过安全审查呢 虽然乔治王子刚上小学 但是乔治王子却是 班上最受欢迎的学生了 而热情好客的乔治王子 曾邀请同学到肯兴顿宫做客 虽然这个举动十分热心 但是这也难倒了 肯兴顿宫的工作人员 因为肯兴顿宫的每位访客 都要经过安全审查 才能进到肯兴顿宫 那么乔治王子同学 究竟能不能跳过这个卡关呢 无独有偶 实际上呢 这种类似的事情 也曾发生在奥巴马的女儿身上 不过奥巴马的女儿 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美国总统 所以并不会有乔治王子 这样隐藏身份的难题 除了同学之外 英国安全部门 还得对所有孩子的朋友 以及他们的父母 进行大量深入的研究 这是为了确保乔治王子 朋友的父母 没有犯罪历史 但是审查父母背景 会让人陷入尴尬的境地 这个举动显得过度的敏感了 众所周知 前段时间安德鲁王子 陷入丑闻 而这个丑闻的主角 便是安德鲁王子的好友 爱珀斯坦 假如安全人员 调查过爱珀斯坦的背景的话 或许就不会发生 安德鲁王子这样的丑闻 曾经有人说过 普通人非常想做王子和公主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王子和公主 却十分的羡慕 普通人的生活 这或许就是 王子和公主 真实生活的写照吧 有一种生活啊 即使你没有经历过 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 不过人的生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